提示的这部分你们当然在 考试的时候他会给一些提示 不过这个提示 其实有一点 感觉有一点点 没有系统 那其实我们可以用逻辑来理解 第一个就是 我如果今天希望 把这有一些资料 按下计算之后要传递到另外 Eliberty的话必须要知道 第一个我要取得 是什么呢第一个是 这个身高的这个 数字体重这两个要取得 然后再来 就是说男或女 所以我会希望 要丢过去要计算BMI的话 至少会需要有 三个资料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传递给 下一个Eliberty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你必须要 利用Intent才可以 就是说如果你要按计算 接到下一个Eliberty的话 第一个必须用Eliberty 那我昨天有讲过Eliberty 这个类别非常重要 Intent 那Intent里面 如果说你要附加一些资料 这三个资料 身高 体重 性别的话 那你必须用Bondo Bondo这个类别 才可以做到 那程式部分呢 大概就是基本流程这样 那怎么撰写 我想我这边已经有一个写好的 就是刚刚给各位参考的这一个 那我给各位看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在那个 Set on Click Listener这里面有个on click的这个方法 那里面呢 我上面也做一些些注解 首先的话我就取得 第一个步骤我就取得什么 升高 那升高部分的话呢 我可以接受那个小数点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宣告一个Double 那这个Double的话 就可以接受小数点 那它的变数名称呢 叫做Hight 它的升高这个变数 里面的话 可以放有小数点 那我要怎么样把那个 我画面上面使用者输入的这个词 把它取得呢 其实跟昨天那个一样 就是说呢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用什么 用get 因为这个名称 这一个物件名称 我们宣告为这个etheight 对不对 然后取得的话 就是点get 这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当它toStream toStream之后 但是它取得的是一个Stream 那Stream前面是一个Double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把它转换为什么呢 把Stream转换为Double的话 那我们必须用那个Double的这个 应该知道 Double的这个Jama里面 Double的这一个 这个类别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方法 叫做ParseDouble 把后面的这一串 把它转换为什么呢 转换为这个 转换为这个Double 那后面这个加一个 加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空白 其实这个可加可不加 这个地方 一般习惯是加了之后 避免掉里面有空置 串 就里面假设Uster 完全没输入任何东西的话 也不